国内知名的肉品加工业者浦丰集团 最近要在寿风乡束缚春建大型的养鸡场 颇具规模 地方民众担心会有污染 业者召开了说明会 让居民了解养殖环境 也允论会进行第二次 跟当地居民举办说明会来减少疑虑 为了表达对浦丰集团来花莲 新建大型养鸡场的不满 上百位寿风乡民在说明会现场 拉起了百步条抗议 根据花莲县政府的资料 浦丰集团最一次的开发案分别为两个部分 一是三公顷的束湖弹机场 预估容纳25万只机 目前还未兴建 二是丰平村1.4公顷的总机场 预估容纳25000只机 现在已经完成了95%的相关设施 浦丰集团花莲厂也特别召开了这一次的说明会 向地方乡亲来做说明 养鸡的部分我们也就是按照这个生活安全 做相当严格的管控 会有看到我们的很多消毒 隔离房屋的这个设施 还有人员管控的设施 那过去的养鸡场 其实它是开放式的 那它的沸水其实都是直接放流 那现在的养鸡场是密闭式的 我们的水会经过这个污水池沉淀 然后还会去做这个活菌处理 那通常沸水池的这个水处理完会直接排放出去 那我们的规划 其实我们这个水是不会排放出去 我们这个处理的水 我们作为我们厂内的绿化灌溉使用 由于风平息 到处都是农田行水区 树湖村还有知名的鹰桶花步道 部分位置甚至还是土石流浅室区域 商民担心如果发生意外或污染 将严重影响花莲的观光 根据县政府的了解 这两处机场目前都还没有通过 环保单位的排放口机查 相关时照和许可证也都还没有发放 政府强调会全部合法通过后 才会准与登记设置 记者林杰受风采访报道